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节我们讲了五星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 在生理病理上的应用 那么这一节我们接着讲五星学说在诊断学上的应用 第三它指导疾病的诊断 在诊断学上五星学说它的作用有两种作用 一应用五星学说对疾病进行定位诊断 一诊断疾病 根据五脏和摄位脉等等 它们的五星规律 然后确定疾病的部位 简单说就是根据五星学说来确定疾病的病位诊断 比如五色面色青色 青属肝的颜色属木 酸味属于木性 咸脉属于肝脉 我们见到面青 喜酸 麦咸 有这些经过试诊 收集资料以后 我们 根据这三点 就可以初步推断 其病位在肝 为什么呢 咸 酸 青 都属于木性 这就是根据它们五星的属性 归属它们的属性 五星的归例 它们属于哪一型 然后根据这个来确定疾病的部位 定位是哪一丈哪一幅 比如面舍瓷 稀苦 脉红 红脉 木耳苦 面瓷 它们属于火型 而心属火 所以定位在心 这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一个思维方式 根据五星学说 来推断疾病的部位 进行定位诊断 二 来推断病情 就根据 颜色和脉象之间 深刻关系 来推断病情 这是应用五 对疾病进行定位诊断 是根据 所收集来的试诊资料 它们对 属于哪一型 找出它们的 丈夫的规律 规于何大 作为丈夫的定位诊断 二 推断病情 是根据五星之间的 深刻关系 来推断病情 那么 临床常用的 主要是从颜色 将来 同学们学诊断的时候 要进一步学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然后根据脉象 颜色和脉象之间的深刻关系 来推断病情的发展 发生发展规律 比如 我们举个例子 轻色 轻色 弦脉 轻和弦 同属于木 那就是颜色和脉 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属同一类 都属于木 称之为 舍脉相符 那么它的预后 推断病情 平 就是长 轻 轻色 而出现了浮脉 浮脉 属于金形 那么这个色和脉 就出现了磕色子脉 用五星的话 叫金磕水 因此它的病情 相苛 我们上一节讲 相苛传变 其病为利 所以它这个传变 病情发展的趋向 不好 为利 如果青色出现了尘脉 出现了尘脉 尘 属水型 那么这个表现为 水生木的 色脉 之间叫水生木 青属木 尘属水 叫水生木 这个脉 那么按照相生规律 推断 病情的发展规律 我们上一节讲到 相生传变为顺 因此 它在病情变 预后 为顺 生 这个生和死 死 不是死亡的死 是指匿而言的 预后 病情向伪众 向发展 而生 是指 预后良好 称之为顺 这个生死 这个词 在这里不是 死亡的死 五星学说 在诊断学的应用 在诊断的学用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么这里面 同学们就要掌握 五星相生相可的规律 掌握五星的属性 这就又重新回到 我们上一节讲到 五星对事物属性分类 那个大表 把那个技术了 将来学习诊断学的时候 就能正确地应用 五星的属性 和五星生科的规律 来对疾病进行 对位定位诊断 和对疾病的发展趋向 做出判断 第四 我们讲五星学说 在防治学上的应用 它应用非常广泛 在这里我们只讲两个问题 一 它的作用 来控制疾病的传变 根据什么来控制疾病的传变呢 按照五星生科字化的规律 阶段病理传变 控制疾病向下发展 比如说肝有病 按照五星的生科规律 相称的规律 肝有病 一定要传到疾病 那么我们在治疾的时候 控制的时候 既要抑制肝 同时要保护疾 或者是可以直接判断到肝有病 可能要传到疾病 那么在疾病没有表现 明显表现出来 可以事先提高辅助疾 提高疾病生理功能 那么使肝的病例变化 不传到疾病 把这个治疾思想 叫做控制疾病的传变 今后同学们在学习经规律的时候 那么就会显到 有这么一个句判断 他说见肝之病 知肝传疾 当先私疾 肝有病 根据五星生科规律 必须要想到肝病必传疾 这是个必然的规律 为了控制疾病向脾传变 肝病向脾传变 一 在治疗上要抑制肝 二 预防性治疗 那么首先 辅助脾的功能 叫食脾 食脾就是辅助脾的功能 这个思想 就是用五星生科自化规律 来控制疾病的传变 中医学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 叫截断疗法 就是截断疾病向前发展 怎样控制它 就是防患于胃炎 那就是根据五星的生科规律 来控制股脏系统疾病的发展 也体现出来中医治胃病的思想 二 确定治疾和治法 在这里 仅选择目前为止 临床常用的应用五星学说 所签而定的治疗原则 常用的方法 举例而言 不是全部内容 一 确定治疗原则 根据相生规律 卸妻子 他的实行症 使用于母子关系失调的实症 这个原则 根据相生规律确定的原则 同学们必须牢牢记住 什么叫 补母 卸子 他们的实行症是什么 补母 注意 两者都是母子关系失调 而补母 使用于虚症 卸子 使用于实障 至于具体的例子 我们通过治法 常用的治法来理解它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 制定了具体的应用五星学说 调整丈夫关系的治疗方法 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这几个方法 目前临床常用的 也是同学们必须掌握的 第一 就是治水寒母法 什么叫做治水寒母法 治水寒母法 是滋养肾阴 移养肝阴的方法 它的实用证是 实用于肾阴亏损 而肝阴不足 乃至肝阳上抗的症候 临床表现为 它的特点是 旋韵 五星凡热 腰酸西元等等 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 同学们作为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将来的学习诊断学的时候 得进一步去熟记它 这里要求同学们记住它的实用证 是肾阴不足 而肝阴不足 乃至肝阳上抗 这样的症候 肾属水 肝属木 说肾阴不足 导致肝阴不足 就是用五星的话说 叫水不神木 根据这个原理所确定的字法 中医学给它确定一个术语 叫知水寒木法 二 叫一火不突伐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 按照五星学说 火 西属火 皮书图 一火不足法的本意 是指 补心火而易皮图 这在历代的文献 说得非常清楚 比如 将来同学们学方记的时候 银生龟脾汤 用五星学说来解释 它就是 一火不突法的一个代表方记 过去的方书 有专门用五星学说来解释的 希望同学们将来 在学到高年级的时候 能够读一点方书的援助 看看古人 如何利用五星学说 来散述方记的结构 二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一火不突 是指 补生活 也就是补命门 一批图 按照第二个含义 也就是我们现行的含义 大家学说去供应的 衍生意 一火不突 是指 温慎阳而不匹阳的一种方法 它的实用证是 慎阳不足 而匹阳不足的证号 或者是 匹慎阳虚的证号 它既有 肾虚的表现 又有阳虚外寒的表现 又有匹虚的表现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临床通用的 学术学一文 因为使用 一火不突 用这样来定义 第二个意义 这个意义 源于命门学说 自从命中医 障相学说 将来还要讲一个 命门学说 自从命门学说 形成以后 强调 命门 含有 真阴 真水 真阳真火 那么我们今天因为 命门 第水火 与 圣阳 圣阴 是同意 只不过是强调 它的生命中 重要作用而已 根据这个学说 它的基本原理是 说 命门之火 为人体 丈夫 诸火的根本 换言之 圣阳 为阴神 诸阳之本 那么命随 圣阴 为人生 诸阴之本 这是一 命门学的一个压力 第二 理论依据 终于有一句 最经典的判断 叫做 九病必雄胜 所以因何疾病 不论是从哪一帐开始 五脏系统的疾病 最终都要归结到胜 基于上述 那么现在因为 补火生徒 强调的是 补肾阳 而温疲徒 因此 我们现在临床所习用的 一火补徒法 实际上 把它换个说法 就是补肾阳 而温疲阳 实际是 温补脾肾 正在临床应用的时候 可以单独补肾 补肾 就可以补脾 在匹阳徒的时候 也必须是在 中期以后 到末期 那么必然要累积到胜 胜阳徒 在这个时候 可以单纯制胜阳 也可以匹肾双骨 达到 一火不吐的作用 这就是 用两种学说 来解释 一火不吐法 这并不等于 中医学的概念 是奇异的 不科学 同样一个术语 从不同的角度 给予定义 可以出现不同的定义 用 补心活力 而一批图 临床也非常习用 这是它的本意 用补心学说规定 那么中医学的学说 那么 讲丈夫之间的关系 又出现了 命门学说 强调命门 在人体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 强调肾 在五脏系统的作用 根据这个学说 那就是一火不吐的本意 又发展了 反映出 中医理论的 不断地向前发展 今天要求同学们的 一火不吐这个概念 只要求后者 而不要求前者 三 陪吐生金 陪吐生金法 是 不脾一气 而不一肺气的方法 使用于 脾肺 气虚的正好 土 皮属土 肺属筋 胚土生金 调整 脾肺质之间的关系 按照相生关系 来调节它 这个也是临床非常习用的 比如肺炎 这个肺 有病咳嗽 吸肺炎 有的人 有的人啊 大便糖 糖薄 越大便糖薄 他咳喘越厉害 那么有经验的医生 不自咳而自泻 用四菌子汤 六菌子汤 泻止 这喘越 这在古书上 临床一按上 比一比皆是 这也是我们经常临床常用的方法 那么这个医生当用这种方法的治疗的时候 把它抽象出来 那就是他头脑的反应 就是用五星相生的规律 调整匹和肺子汤的关系 那我们把它方法归纳起来 那就叫补土 培土生金 用藏相的话说 用丈夫的话说 那就补皮一肺 补皮一肺 那就是说补皮一肺 和培土生金 同意 一个是从五星来 用五星的概念来说的 一个是从杠的概念来说的 金水相生法 这个也是 虽然现在常用 也是理解起来难度比较大的 金水相生法 金水相生法 费身因益 共同来补一的这种方法 不是 注意 不是 说金能生水 不是补肺因而生生因 所以我们定义 金水相生法 是滋补肺因益 而治疗肺因虚症后 一种方法 它的实行症 是肺肺因虚 或者是 肺因虚的末期 中后期 就是肺因虚症 必须是中期以后 或者是肺肾因虚 在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用 金水相生的法 这是它的本意 第二 现在常用的 我们所说的 金水相生法 是直肾因 而不肺因 它的代表方计 比如百合固定完 那为什么 来这样定义呢 它衍生到 这样一个意义呢 前面我们讲的 一火不土 根据命门学说来的 这个也是同样 前面曾经讲过一句 说 命门生水 说圣因 为 因生 朱因之本 酒病 必穷 说 肺因虚 必然导致 圣因虚 而导致 圣因的实际 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 圣因 为因生 朱因之本 这个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 治疗的时候 不是补肺因 而 致圣因 反过来 而是把治疗的重点 放在 致圣因 而以肺因 这个思想 它在 金水相生法 这两个含义 一个本义 和它的衍生意 那么刚才 举这个百合固定文 大家将来 在学习方计的时候 可以看补肺汤 补肺汤 补肺汤 是肺因虚 典型的代表方计 那你为什么用 补肾药物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将来同学们 在学习方计的时候 应征去读 这个方子的方计 来体会 金水相生法 这两个含义 下面我们讲 按照五星相科规律 确定的治疗原则 治疗方法 常用的方法 治疗原则是 八个字记住 就可以了 叫一腔腐弱 分清主持 那么相秤 相科规律 表现为秤物的 定理变化 那么有强 又有弱 两者之间的关系 基本原则 要一腔腐弱 何者为强 何者为弱 疏轻疏重 在一腔腐弱的同时 一定要分清主持 一腔 就卸其 刻子之强 上面那个 目望刻图 一腔 卸干 就疏干 浮弱 浮起 背刻子之弱 干望 避刻皮 在调整 干皮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按照 这样一个原则 叫 既一子干 还要 扶子皮 一腔 浮弱 但是在具体 处理的时候 要必须分清 是干望 为主 还是 皮须为主 分清 主式 来正确地进行调节 调整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原则指导项 所制定的 常用的方法 以下介绍四个 一 叫 一目 浮土 就是 疏干 健皮 这样一种方法 把它转化为 脏腐的概念 疏干 健皮 就是 一字 干 木 而浮 皮 土 这一种方法 它的适应证 只要求同学们掌握 甘于皮须 就甘丝 书泻 而导致 皮须需要 这样 甘望 皮须 这样一个正好 仅仅掌握到这个程度 培土 治水 皮属土 这个水是肾属水 调整 皮肾之间的关系 土能磕水 那么 培土治水法 是温孕 脾氧 或者是 温肾 健皮 而治疗 水师 泛认证的 一种方法 它实用于 皮须 乃至 皮肾两须 而 谁出现 水肿 这样的正好 那么 现在把它限定到这个程度 那调整 皮和土 这样的关系 第三 左金屏幕 又是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 金能够磕木 肺属金 肝属木 是调整 肝和肺 之间的关系 这个方法 那么什么叫做 左金屏幕法 左金屏幕法 是 轻塑肺气 而抑制 肝木的一种方法 它的实用症 是木火星金 木火星金 应该是 按照五星的本意 应该是 干活止胜 干活泛肺 是 香窝的传变 那么调整 在正常情况下 肺金 能够抑制 赶木 在冰的情况下 可以是由肺金 传到肝 也可以由肝 反无肺 这个左金屏幕法 应用的原理 就是 木和金之间的 反无地 的作用 把这个方法 称之为 左金屏幕法 它调整是 肝肺两 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本科生 在教学 各个科长当中 一个典型的 我们这里讲 叫木火星金 那么在整个文学里面讲 叫肝火犯肺症 将来在内科学里面 讲咳术的时候 肺热咳术 有一个症号 在肺热咳 咳术发病过程中 有个肺热咳术 其中有一个 叫肝火犯肺症 它使用的方法 应用方法 用五星化说 就叫做 左金屏幕 这是从相反来考虑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因为五星 确定的治疗方法 常用方法 最难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 叫谢南不北法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五方 南 北 北属于水型 南属于火型 那么脏腹 水和火 是指着心和肾之间的关系 谢南不北法 是调整心肾的关系 那么什么叫做谢南不北法呢 谢南不北法 是谢心和耳之顺水的一种方法 他的实应证是 心肾不交正 把水和火 关系失调 中于学 有一个名词 规定它为一个科学术语 叫做 心肾不交 也叫水火不济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求同学们掌握的 他的心肾不交正 只掌握其中之意 叫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 心肾不交正当中 一种之意 而不是全部 将来同学们在学习 在临床课的时候 在学习三哈论 一个典型的 哨音热化症的代表方计 黄连阿娇唐的 就是调整 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的 典型的 经典的代表方计 在后面 张相学说 我们还要进一步讲 丈夫之间的观 讲心肾不交 那个心肾不交 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在这里面 谢南不北法 只限定于 使用于 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 也就是说 这里的 心肾不交正 是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 这样一个正好 而不是 心肾不交 再强调一次 谢南不北法 它是调整 心肾之间的关系 但是 仅调整 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 这个 病理变化的状态 不是心肾之间的 关系四条 全部 它都用 谢南不北法 这就是 从字面上看 谢南不北 谢心火而不胜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应该包括 心肾关系四条的 全部的正好 都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给它定义的时候 它的内涵和外涵 仅仅限定于 肾因不足 而心火偏抗 除此条件 不能称之为 谢南不北法 关于用五星学说 指导疾病的防治 重点内容 要求同学们掌握这些 除此之外 用于针灸治疗 用于调解精神的情质 根据五治 与五行的关系 那么今后 原来在临床课中 还有进一步讲 讲七七命令的时候 老师还会进一步讲 如何调整人的精神状态 也就是说 用精神疗法 中医称之为 活套疗法 隐私疗法 来治疗疾病 在当前 新神疾病治疗当中 它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中医治疗疾病 这类疾病 不仅仅是 施加重要 那么 这种方法 其中之一 原理 它的根据 就是根据五行 五字的 深刻字化规律 来调整 人的精神状态 到此为止 我们把中医学的 七一元论 阴阳学说 和五行学说 它们的 基本原理 及其 在中医学的作用 讲完了 要求同学们 把掌握 气阴阳 五行的 基本原理 作为重点 它在中医学的应用 一 掌握 这三种学说 怎样为中医学 确立了中医学的 科学观 自然观 医学观 怎样确立了 中医学的 系统整体的 科学思维方法 这是学习 这三种学说 最重要的 之处 至于说 在中医学应用当中 它散述中医学的 当中关于生命 健康 疾病 一些具体问题 这里只做 一般的了解 因为在后续课程 还要进一步去讲授 下面讲 导论的 在第一章 第四节 那么这一节课 就中医学的 科学思维 只要求同学们 做一般了解 我们前面讲到 中医学 根据中国古代 哲学的 气阴原论 阴阳学说 和五行学说 为自己奠定了 系统的科学思维方法 那么具体说来 这个系统的 科学思维方法 是什么样的 科学思维方法呢 我们在第四节里面 简单的介绍一下 中医学的 科学思维方法 只做一般了解 思维方法 属于思维科学的 繁草 那么什么叫思维呢 思维 是指理性认识的过程 或者叫理性认识阶段 是人们对客观事物 能动的 间接的 概括的反应 把这个过程 称之为思维 按照 现行思维科学的分类 一般来说 把思维分为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 两类 那么思维是人们交流的工具 表达思想的工具 那么中医学 是什么样的思维呢 我们前面讲 中医学的思维 叫朴素的系统的 整体的思维方式 这种科学思维 既有形象思维 也有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 那么中医学的形象思维 称之为意义 第一个问题 我们讲 意象思维 什么叫意象思维 意 主观意见 它是由心而发 大家注意 同学们注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有一个著名的 原理叫心之观 则思 而不说脑子观 则思 为什么 我们后续还在讲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有个心学 心学 相 是指着外在的物相和形象 客观形象 那么意象 它的含义 就是指主观心神和客观形象的结合 称之为意象 二 什么叫做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又称为形象思维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是 以知观为基础 知观观察和理性认识 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 那么具体过程呢 这种思维方式 它的思维过程是什么样呢 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感官所获得 并储存于大脑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信息 储存于大脑里面 第一 观察客观形象 将这个形象的信息 储存在大脑当中 第二阶段 要运用比较分析抽象的方法 进行加工 加工的结果 要抽象出反应事物点心特征 和本质属性的一系列的意象 由新人发 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 最后要得出意象 先由客观事物进行观察 提供这些形象的信息 储存于大脑之中 通过比较分析抽象 这样一些思维方法 概括出来意象 这个意象 一系列的意象 这个意象能够反映事物点性特征 也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这意象 上述称之为意象思维第一阶段 一 要抽象出意象 二 第二个阶段 和心神结合 和心神结合 抽象出一系列的意象 作为进行进一步推理的思维单元 第二个阶段 以意象为基本思维单元 通过联想 注意 联想 类比 想象 这样的思维形式 来探索出反映事物内在本质和特征的规律 注意 这里面是形象的反映事物的特征和规律 把这个过程 就是意象思维的过程 中医学 我们举中医学 望闻问切的过程 通过试诊 收集的资料 有患者疾病现象的 像 我们运医生运用中医的理论 对这些像进行分析 把主观的心神 和疾病的真相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系列的 像 意象 在这个基础上 以意象为基本单元 运用联想类比 形象的这种方式 找出这种 并这一群 并理信息 他们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阵红 进行辩证 这个过程 就是意象思维的过程 在这里面 意象思维 强调的是 对于客观事物 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来进行考察 一定要有丰富的 直观经验 奢侈 达不到意象思维的目的 这也决定了 为什么中医学强调 把实践 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 重要的手段 强调实践 要加强临床实践锻炼 就是要培养 临床医生 这种意象思维的能力 这就到这里